古爱玲罕见谈家庭教育,直言不希望更多的小孩都变成她那样的人,看看她都说了什么吧。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古爱玲接爱了一个采访,说了一些关于家庭教育的话题。 她在采访中表示了,当下有不少的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以她自己为例,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女性。 而且那些家长们都在尝试着去分析,希望让孩子能够获得成功。 然而对于这样的事情,古爱玲却发表了不同的看法,她在采访中说到了,并不希望更多的孩子都变成她那样的人。 而这一位古爱玲,为何她会这样子说呢?这一点让不少的网友们纷纷表示了不能够理解。 毕竟她在社会当中,如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,妥妥的别人家孩子。 她凭借自己的实力,在北京的冬奥会里面,一举斩下了两枚金牌,以及一枚银牌。 她在无数年轻人的心中,不仅瞬间成为了偶像,同时还成为了无数的家长们,在眼中教育孩子的榜样。 不过古爱玲这位运动员,之所以希望其他的小孩,不要成为她那样的人,也是有她的原因的。 比如她在采访中说到了,当别的家长们,希望自己孩子,能够成为她那样的人之时, 虽说是对她的一种夸奖,但对于那个孩子而言,在她的内心里面,却不一定想成为那样的人。 因此换言之,在许多家长们的眼中,不少人认为了古爱玲的成绩,就是他们理想的追求, 他们自己没能争取到,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实现。 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,在孩子们的心中,他们不一定喜欢这样的,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利。 所以,古爱玲的意思,是不希望有的家长们,在这个方面上,刻意去抹杀掉孩子的选择权。 因为在古爱玲看来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孩子应该有权利去选择,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。 随后说完这段字述之后,古爱玲又分享了三句话,送给正在成长中的一零后孩子。 他的第一句话是,希望这些孩子们,每天至少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。 紧接着的第二句,他希望一零后的孩子们,坚信美是一种自信,要永远地保持自己风格,这样才可以让自己,真正地发光发热。 然后他的第三句话,就是提醒所有的一零后,希望能够多多有锻炼身体,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,以及吃好和睡好。 古爱玲的这三句话,虽说看上去比较简单,但对于不少的同龄人相比,却是非常大的鼓励。 因为细心的人都看出了,古爱玲所说出的这些,其实是她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。 只不过她的分享,可以作为一个参考,让其他的孩子们,能够多一个选择而已。 然后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优秀的孩子,还是要看家长们的引导,以及孩子的自身选择,甚至还有兴趣爱好在内的诸多因素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古爱玲的这段分享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那是一条案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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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船长,我能不能承证,让你充满典,让你准备了! 我可以不承证,让你准备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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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了! Aaron